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高雄亮起来 我是昌邦 提到创世基金会 大家印象中都是照顾职务人以及家属 不过创世凤山分院最近是非常忙碌 希望能够在过年前 能够为街友们举办一个尾牙宴 希望他们能够饱餐一顿 不过这个桌树的募款 可以说是相当的辛苦 因此在节目中 我们特别请到创世基金会凤山分院的院长 来节目中来谈谈这个举办的原因 以及募款的情形 为您介绍的是创世基金会凤山分院 林玛丽 林院长你好 大家好 是 院长好 那我们在节目进行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就是这一次的 为了韩式的尾牙宴 也特别举办了 准备了这个红包带 而且那个正义中学的校长 特别号召了师生 来帮忙来制作这个红包带 我们来看这一段VCR 同学一针一线将纽扣亮片 缝在红包带上头 神情相当专注 这可不是在上家政课 而是享用创世基金会 韩式吃宝30活动 特别缝制手工红包带 惊讶的是连校长也在行列当中 手艺还很明巧 其实我从小就在做 因为我们家是做衣服的 从小就帮爸爸妈妈他们在缝扣子 所以缝扣子是算很基本的 原来这些真信活 对正义中学周校长来说 只是小菜一碟 透过于教育乐的方式 让学生懂得感恩回馈 才是这堂课的重要意义 可以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刚好也可以练习缝 这些东西 因为平常很少做这种事 然后就是希望做这些 然后人都让 就是需要帮助的人 可以得到帮助 为了要帮助那些韩式能够吃饱 所以我会逢得特别认真 特别用心 70个手工红包带拼成学校名称 也象征70颗爱心 要帮助街头韩式 正义中学连续多年发挥爱心 协助创世基金会 度过募款困境 让社工点滴在心头 只是说我们今年的韩世伟 这个时候 认住不到两成的机会 像校长其实很帮忙 一听到就觉得他一定要共襄 升举这样子的活动 一针一线泡砖女艺 那我想这个活动非常的棒 那我就鼓励我们的家政老师 能够教小孩子这些记忆 简单的记忆啦 那又可以帮助这些弱势的团体 那实在是非常的棒 打算在农历年前举办百桌尾牙 款待韩式街友 独居长辈及清函家庭 但至今仅目到两成左右 创世凤山分院担心之余 也期待这些充满喜气的红包袋 能号召更多人加入爱心行列 希望各界民众可以欢迎认桌 一桌是五千块 那也可以让他们认购一个红包 除了当天让他们吃一顿温饱的团圆饭之外 我们还可以让他们有一个红包 让他们一个好过年 十块钱不嫌少 一百块不嫌多 同学用心缝制红包袋 也期待社会大众踊跃认购 带给弱势族群更多的温暖 在地让爱延续 手工红包我最赞 耶 好 在VCR里面看到呢 正义中学的这个师生们 都很努力地帮忙这个红包袋 来缝这个纽扣 而这个红包袋呢 主要就是来募款嘛 希望能够在尾牙的时候 能够帮助韩式们能够举办一个 尾牙吃饱的这个三食的一个活动 那么可以请院长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韩式吃饱三食 是不是有没有样的一个活动 为什么特别想到三食 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过饥饿三食 饥饿三食有有有 对 那饥饿三食其实都是一般 我们在生活无语的时候 去体验一下饥饿的感觉 那可以去体会一些饥饿 那吃饱三食是由我们创办人 他所发想的 他其实他说韩式其实 他其实只要吃饱就是一种幸福 他其实他吃饱只要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一般人吃饱其实三十分钟就够了 对 就可以够温饱 够温饱 采取名叫吃饱三食 吃饱三食 对 好 那目前要举办这个吃饱三食这个尾牙宴 时间地点还有这个桌数大概是怎么样 我们今年是在全省其实有16个地方办理这样子的 就是韩式吃饱尾牙的这个活动 那事实上在凤山的部分我们的地点是在我们的市议会后面 就是高雄捷运中山西站的旁边的一个空地 的广场蛮大的 对 那预计是一百桌 那预计服务一千多位韩式们 一桌十个人 希望十位的 一千位的韩式能够参与 什么叫韩式 韩式是街友 一般知道的街友好像还有不同其他身份的 对 其实韩式的定义其实也很广 那除了街友以外还有一些边缘人 另外一个其实在我们服务的植物人的家庭里面 其实我们所安置在安阳院里面的家属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亲韩户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自己家里照顾的这些植物人 其实他们经济条件是越来越差 那其实对他们而言就是经济就是环境比较弱势的一群 所以其实他们其实我们都统称是一个韩式 韩式 还有是单亲妈妈也是在其中的邀请 对 单亲妈妈也是 还有一些长辈 独具长辈 事实上还有很多就是弱势团体 其实他们确实是都是在韩式的一个区间里面 那这样子一个韩式吃饱的活动 举办应该也好几年了吧 成效怎么样 我们这个韩式吃饱三食的举办其实从民估79年 我们创办人第一次办的时候是10桌 一直到这近几年来其实人数越来越多 那在今年我们预计是服务4万人有4000桌在全省的部分 那今年已经第27届了 那我们知道说最近的这个大环境比较不好 大家就很经济不好 可能收入上都有一些受到影响 那特别是有人愿意再把这个钱捐出来给一些慈善单位的话 可能都会再斟酌一下 是不是这几年都有一些募款的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 一来是因为大环境的影响 那其实在今年 其实大环境好像也没有明显改变 那其实帮助我们的人其实持续都有 只是因为大环境不好 其实大家有可能 其实我们的经费来源很多 因为帮助我们其实都是小额捐馆占最多 那环境比较差的时候 可能他原本是捐200 他渐渐他可能能力有限就捐100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我们必须比较需要再去努力 让大家更多人去了解我们来协助的部分 对 所以希望说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这个收入还可以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创世 来为这些韩式举办这样一个尾牙宴 所以我们创世也特别准备了一个这样子一个红包袋 那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来制作 然后来认购这个红包袋吗 对 因为这个红包袋其实我们今年取的主题 主题叫做祝福 祝福就是筷子的意思 筷子的古称 对 那一双筷子就是一个祝福 那我希望大家把这个祝福传递给这些需要的韩式们 好 那这个红包袋其实 特别是用布做的哦 对 布做的 或是一般讲的那种纸的袋子哦 很精致的 全手工 那它就代表一个祝福 那其实这每一个布包括制作 包括缝扣子都是有很多志工的参与 才能完成这样一个非常有心的一个袋子 那其实这是我们也在推得住 把这份爱传递给所有的植物人 跟这些韩式朋友们 好 所以我们也做这样的义卖 希望大家也可以来认购 是 那这一次那个正义中学的校长 是怎么样跟你们联系的 然后有这样子一个爱心 然后发动学生 来到我们凤山分院这边来缝制这个扣子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当时其实是我们有这样想法 说要做这样子的祝福的概念的 这样子的环保筷子跟红包袋的制作 那其实我们碍于其实我们的志工 其实有些可能有些会裁缝 有些会做一些其他的部分 那在缝扣子 因为我们的义工其实有些是年纪比较大 在缝扣子需要眼力 那我们就想说要找什么样的人 来帮忙把它完成 所以就想到学校 那在洽谈过程里面 其实正义高中的校长 他听到这样 他觉得他们学生做这件事是非常有意义 而且我觉得他是可以帮帮忙的 其实也是教育学生 可以把他自己小小的能力 用在这些帮助人的身上 所以才会有促成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是 我不知道说现在中学生 还有没有类似像家政客 不管男生女生都要拿针线缝一下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对 而且可以培养耐心 确实是他们是有家政客 所以我们才想到找学校的学生 他又愿意 而且我觉得是也让学生去体会一下说 其实每一个针线封出来都是一种爱心 是 而且这样子的红包 就是爷爷奶奶这样子包这个红包给孙子 那我意义又更棒了 对 很精致的一个红包带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认养 来帮助一下我们上市来举办这个韩式围养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上市最主要就是帮助植物人 那有一个口号就是帮助一个植物人 等于是帮助一个家庭 可不可以请院长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如果家里有一个亲人成为植物人 我想他不是只有这个植物人的问题 就是这个植物人他需要人家照顾 那有可能他是一个家庭经济的支柱 但是他倒下来了 家庭的经济一定会受影响 那如果他又是家人在照顾 又少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主要照顾又花人力 那这个家庭其实会顿失依靠的 那其实不管这个植物人 他如果他生命还存在 其实我们是尊重生命 让他生活品质可以稳定 那对家庭而言 其实可以让家属可以有 让家庭变成可以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让他家庭可以运作下去 所以我们才说照顾一个植物人 可以帮助一个家庭 让照顾者可以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或者说在照顾方面 有一些知识上面的学习 怎么样来帮助这个植物人 他能够比较舒服一点 比较舒服一点 那特别是我们凤山分院 自己也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院所 跟其他的分会也许 照顾的方式不一样 而是居家服务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 疗养的地方对不对 应该是说创世其实在全省 各个县市其实都 目前有17个地方就安养院 那有一些我们的办公室是做倒载服务 那事实上安养院也有做倒载服务的部分 就是我们有分区域去把全台 所有地方有这样需求的一起做服务 那在大高雄地区 在倒载服务的部分 有我们高雄婚会在做服务 那在原来高雄县的部分是我们凤山分院做服务 那属于高雄县的清函植物人的安置 是在我们凤山分院 目前院里面有多少植物人 那大概一个人的植物人 他所需要的一年的费用 会需要多少 目前凤山分院安置的植物人 到这个月就已经70位 是满床目前是全台最多安置最多的植物人 是在我们凤山 那其实照顾一个植物人 他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 有些有气切 有些气切或胃管的部分 所以我们照顾一个植物人 一个月大概花会是5到7万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在这个经费上 其实是很需要很多人的支持 才有办法把服务延续下去 那在照顾的部分 也可以需要很多的志工 来做一些协助 那这个服务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小故事 来跟我们做分享 其实我们创世服务 这么久的植物人 其实我们从植物人身上 其实学到很多 早期创办人在服务植物人的时候 其实都是他自己亲自照顾 我们知道植物人长期卧床 如果说你的照顾不良的时候 很容易有入床 那其实到我们创世来服务 都可以很清楚的 你进到我们创世 你就闻不到任何味道 是我们照顾其实都有一定的要求 这是创办人的理念 其实有伤口就是一个照顾品质的 一个不好的一个点 所以要马上让他的伤口 就消毒直接加的方式 把它做一个处理 所以我们会定期两个小时翻身拍背 那伤口只要一点点有伤口 或是有一点毛病 我们都会尽快处理 那对于清血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是要常常检测 那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同仁常常在分享 其实他自己在做服务当中 他觉得我照顾的植物 我都敢跟他亲嘴亲亲脸 摸摸它是因为我确定它是很干净 而且整个是舒适的 其实我们还有做一个部分 就是摆胃的部分 其实常常有些植物人 他其实常常就是可能会有肢体软缩 你的枕头如果没有摆好 他其实是不舒服的 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妈妈 他其实照顾他的儿子已经十几年了 那其实以前他在家里 他说他每天醒来都是跟着小孩 跟自己的照顾的这个变成植物人的儿子讲话 可是他从来不敢跟外面讲他的委屈 可是自从他自己 其实体力也没有办法去负荷了 所以他经由人家介绍 就转接进来到我们创世 让我们来照顾 他其实也是每一个礼拜 来到院里面二到三次 那有一次我就发现 奇怪他怎么都会在跟儿子讲话 讲一讲他会掉眼泪 有一次我就问他 我说 妈妈你怎么了 他是说其实他觉得他儿子到这边来 他觉得他是很放心的 所以家里发生什么事 他来都会跟儿子讲 那讲一讲之后他就会心情更开朗 那也因为如此 所以他其实来认识很多有些家属会来这边 那他也看到有一些家属其实都 有一些换不开的部分 他自己就主动就会邀那些家属 他会跟他聊一聊 像他我们办一些活动啊 他都鼓励他因为有些家属其实是比较走不出来的 那他就会透过他自己来参加 他会去邀请他一起来参加 那我也看到说因为这样子另外家属就会更活泼一点 也比较能转移他那些心里比较悲伤的部分 那我是觉得从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帮助一个家庭确实是真的是对他家庭而言有帮助以外 他也可以把他自己小小心力又去帮助其他的家庭 是 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 真的是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帮助一个植物人 等于是救了他一个家庭 就像刚刚这样的例子就是他儿子也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 那长辈他也行有余虑 他也可以去帮助其他植物人的家属 然后家属之间互相的支持 然后继续的走下去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真的是如果真的照顾有负担的话 真的要讲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很深刻 就是创世的每年每年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好像都会有台南的这个阿嬷是不是 那个文旦阿嬷会捐赠这个这样子的文旦 目前还有这样子持续一个捐赠吗 有 他今年已经第15年了 那今年相对他其实周边有很多的麻豆文旦农 他也其实共襄神局 对对对 好像一位比较年轻的麻豆农也知道说 阿嬷这样子一个善举很好 事实上我们其实也有比较特别的 就是像我们的凤农市场 凤农的那个就是他们有些摊商 他们其实已经默默耕耘了也是15年了 他们从一开始我们凤山分院服务的时候 其实他从一个妈妈有一个林太太 他自己是把自己卖的菜 还有一些都拿来捐赠给我们 对对对 对那其实后来就号召到他们周边 就是一起在那边摆摊的一些摊商 入住去 所以我们的院民的食物其实都是很多都是来自他们 凤农的 其实就是凤山的陈述局啦 我们几个号召是凤山的陈述局 对对还有他其他这些朋友 就是在同样在那边一起在做摆摊的 其实大家都是互出 只是有些人他就不好意思说他的名字 这是默默耕耘了15年 是 对这是让我们其实我们的服务能延续下去 也是靠这一些很小小的一些信力来促成的 是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活动就是 请植物人吃冰是不是 好像有个这样的活动还是跳那个肚皮舞 对对对对 这是怎么样一个团体付出的 这样子 事实上是这些是其实我们老实讲 我们在植物人的安养院的服务啦 就是说虽然他是一个植物人 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其实希望透过很多的方式 增加他一些感官刺激 对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在感官的部分 有视觉听觉味觉这一些类型 所以当然我们当我们去找到一些人 就问他愿不愿意帮我们做这件事 我发现很多人是很愿意的 很多人很愿意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 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温暖的 是 对好像还有一个例子是凤山的 不知道是去公所还是 有还联络到茂林的 对对对 一起来做那个安养中心的一个打扫 对他不只打扫 事实上他们其实知道我们安养院的植物人 其实用尿布啊 看物店用得很凶 他们其实都还带着很多的那个尿布跟来捐症 对那他们说其实就是结合他们小小的力量 很多都是自己员工发起的啦 我是觉得很感动 刚刚听到这个院长讲这么多有关于这个善心人士提供的一些服务 主要当然是为这个年结过年的时候的尾牙以外 我们希望这个金会如果在韩式尾牙这个尾牙宴的金会 所以足够之下剩余的可以做我们长年服务金会 因为其实刚刚我提到我们凤山分院安置了70位清寒的植物人 那在植物人的倒载服务的部分 目前在凤山这边服务了100多位 102位那这个服务其实都要持续延续下去的 那延续下去其实需要很多的支持 那当然我也希望说大家如果有多余的 就是现在年结到了 除了可以做一份爱心以外 传递爱以外可以结税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这样的服务 让我们的服务可以延续下去帮助更多的人 是 所以特别是希望能够这个韩式的吃饱之外呢 我们有这个红包的这个认购跟祝福对不对 那怎样来认购或者说用化锅的方式是吗 对 我们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大家可以认购以外 其实就是韩式尾牙的部分其实我们有认桌 那一桌就是5000元 那可以让他们有一顿比较丰盛的尾牙的餐 就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认住急难救助红包 就是一个韩式它可以拿到500块的一个红包 那这红包其实意义很 就是说在过年时候其实啊 它可以足够因应一周它的吃食物的部分 因为过年很多时候很多商店其实有限 就是像自助餐啊有一些东西都是 也过年休息了可能只剩下便利商店 对 除这个以外那也可以去认我们的服务经费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意买品其实分了几个部分 有黄水晶的一个那个招财术 有送礼盒的三彩礼盒 就是一些比较坚果类的礼盒 其实这是比较吃健康的部分 过年的时候当灵嘴啦 对对对对 那红包袋这个是红包袋里面的筷子跟 湯匙跟红包是一组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也是带给自己一个福气啦 祝福的概念是祝福我们这些韩式以外也祝福自己 对那这个部分也可以就是打电话 跟我们这边联系 那我们看你要使用的是话波或是信用卡 或是任何方式都可以 对那我们凤山分院的电话是790-5897 790-5897 那在高雄的部分是261-2861 这个都是我们食物人的安养跟到宅服务的一个服务局所 那其实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创世基金会凤山分院的林玛丽 林院长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这些服务职务人的经验 以及为这个韩式举办这个尾牙宴的一个活动的内容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高雄亮起来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关心高雄的新闻港督新闻 你的声音需要被听见 高雄的未来不能没有你 高雄这大小事 需要你们我一起来关心 请听在地声音 关心在地生活 就在高雄现场 每周二晚间九点 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 等你来扣印 做馒头三十多年 大家常问我累不累 我总说这点累不算什么 因为能把一颗颗扎实的馒头 热乎乎的送到客人面前 再累都值得 看见在地人的心 千年港督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用心 看见在地人的心 千年港督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用心 每一个人的生命有线 我这几年来会这样做 希望能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